日前某天上午,记者在机场意外撞见白百合带着儿子元宝回京 当天在出宅的人群当中,记者看到一位神穿绿色皮衣的女士有些眼熟 随即便立刻认出她是私人定制当中的情境设计师白百合 当天白百合素面朝天,她一边走一边打电话,一脸焦急不耐烦的神情 接着记者注意到白百合的身边有一对老年夫妇和她同行 其中那位男士牵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 那个小男孩留着锅盖头,身上还背着一个绿色的卡通书包 五官端正,胖嘟嘟的脸蛋背嫌可爱活泼 记者认出她正是陈雨凡白百合的爱子元宝 据媒体报道,白百合家境殷实,她还曾和母亲一起拍过写真照片 走出闸口后,白百合去买咖啡,她的父母牵着元宝坐在前面 白百合买完咖啡后,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赶上儿子 在机场地固,当他们看到自家闲来接济的汽车后 一起欢快地朝汽车走去,仿佛是展开一场家庭竞走 当天白百合和爱子还有父母是从三亚回京 显然是全家一起刚刚在天涯海角度假玩 但不知何故,独缺陈雨凡 看来元宝想要跟爸爸一起度假 今年可能真的是要上节目了 搜狐视频,娱乐播报,独家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 我是孙力